日前有大量的千元假钞在市面上流窜 不过现在连100元还有500元的钞票竟然也都有假的 网友热心分享他家里是做生意的 收到了500元的钞票 乍看之下不宜有他 但是仔细看看还是看得出破绽 接下来要教大家简单的三步骤 避免过年前收到假钞扫行 农历年快到了 许多人以备好新钞拿来包红包 但最好检查一下有没有掺入假钞 日前才有大量千元假钞在市面上流窜 现在连500元也沦陷 有网友分享他家里做生意 一时不查收到了500元假钞 看看他po出的对比照 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好像没什么差异 看不出来到底差在哪里 所以认为这个比较清晰 假的真的 看出来了吗 答案是上方假钞下方真钞 而这名po文网友还教大家 从三个地方能快速抓出500元假钞 先看左下外框 假钞只有粗糙拓印 而上方竹印则直接浮出 右侧500字体是荧光上色 但真钞竹印要透光才可见 而且500字体会反光 而辨识专家则是教大家 直接用这爪盘别 会先用手去摸它 它的凹凸板 其实字枝 其实都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因为纸张一定不太一样 因为这种纸是国家管制的纸 所以一般他们在做假钞 其实很难取得这种纸 专家指出 其实辨识假钞 未必需要特殊工具 用肉眼跟手就能鉴别 提醒大家拿到纸钞时 不妨稍微观察一下 避免以假乱职 这里是陈金刚二弟 台湾报道 台南有一间KTV会馆 在社群上贴出了 一系列的失误招领照片 但是仔细看看 还真的是千奇百怪 什么都有 除了基本的外套跟鞋子之外 居然还有交通指挥棒 以及真龙 贴文po出 立刻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大家在问说 带真龙去KTV 难道是要唱插烧包吗 这个是什么 好几大袋 在里面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奇怪 这个真的好像 不要用鬼 不说还以为来到小龙包店 其实是失误招领 客人留下了 打开还会发光 指挥棒也有 相比之下 帮鞋子找主人 就变得不那么稀奇 成对的口红 粉柄隐形眼镜 就连发财金钱母 也能掉 这起来啦 这末年中 台南一间KTV业者 剖出各式各样仪式物 开放认领 里头东西出乎意料 造成网友轰动 有人说一早指挥完交通 下班就唱歌无误 也有人说难道唱插烧包 需要带蒸笼吗 更有人质问是有人 没穿鞋子出去吗 客人的随身物品 到开帕欢庆道具 交换礼物 都有人忘了带走 或许唱歌太嗨 留在店里 店家一年会统整 一次遗失物 物品换回失主记忆 记得快来领回去 记者洪富奇台南报道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 滩方经过连日抢修 终于在昨天傍晚抢通了 但由于现场还在进行 编坡防护作业 因此今天到18号 只开放三个时段通行 而今天一大早 天都还没亮 就有近百辆的车辆 在管制站前等待 就连花莲吉安乡农会的运输车 也提前发车北上卖菜 以免影响到菜价 拖板车大货车 一台接着一台排队等待 长长车潮看不见镜头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南口摊方 直到15号傍晚 终于抢通 16号一早 天都还没亮 就有近百台车 等待通行 11点来两个 将近六个小时 10点钟就不来来这边 是不是 因为这个货电感 后运驾驶心急如焚 因为路虽然通了 但现场还在进行 编坡防护作业 因此16号到18号 每天只开放上午5点到8点 周五11点到下午1点 以及下午5点到晚上7点 这三个时段通行 直到18号傍晚5点后 配合春节开放到31号之前 才是全天候通行 那16号到18号 我们要继续做 铺面的一个喷香作业 所以说我们一天只开放 三个时段 苏花公路管制通行 花莲接安相农会 也抓紧时间 调整蔬菜运输车发车时间 提前一小时急货 抢在中午通过管制路段 提早到11点急货 11点发车 让它可以顺利通过输 然后可以到台北一二市场 去做拍卖 比较不会影响到菜价 苏花公路强通 解决交通困扰 摊放现场也持续编波 稳固作业 就派能让民众春节 安心返向出游 杰城杰花莲报道 冬天是呼吸道病毒感染的 耗发时期 面对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有医师就从目前的来诊量 趋势示警 表示今年春节假期 儿童急诊的来诊人次 将可能是过去三年来的最高 重症医疗量 也可能要面临最紧张的时刻了 而随着台湾本土疫情 看似挺过一锅高峰 不少人都是轻症 或者是无症状感染 但是现在有医师要分享了 最新的研究 发现其实无症状感染者 他们体内的发炎时间 反而是更长的 因此病毒清除排空的时间 也会更久 农历春节进入最后倒数 有医师从目前的新冠肺炎 流感病毒型成胃炎 来诊量趋势推估 今年春节假期 儿童急诊的来诊人次 将可能是过去三年最高 重症医疗量 也可能来到最紧张的时刻 预估轻症后诊时间 可能会来到两到四个小时以上 过去两年是比较轻松的 以目前的叙事来看 今年一定是这三年来最高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是确保说 万一有需要增加一组人力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出来的 第一组如果都用完 要再增加一点人力 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台湾医院原本儿科急诊 会有一条线 住院两条线 但就怕春节看诊人次暴增 也再增加1.5条 周山医大则是坚持 每天24小时 全时段都能有儿科医师来看诊 但代价是每一位医师不能连休三天 而过去不少人以为 新冠的无症状感染者 通常都是伸长体状 恢复比较快才会无症状感染 但有医师分享最新研究 其实无症状感染者 病毒清除时间 反而需要更久也更容易传播病毒 它的病毒清除力会比较久 就会比较有机会的 多时间多天数 去传播给下一个 解释了为什么 40%到60% 整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无症状感染的传播 解释无症状感染者 不是因为免疫力特别好 而是免疫系统释放太少激素 才会让身体的发炎时间拉得更长 但相对预后也会比较好 比较不容易有器官损伤 记者 为了请见谷文言月达的报道